2021年1月18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首项目邮丁在刚刚的下午4点 就透过电视以及网络直播 宣布了总值150亿令吉的经济与人民 援助安心配套Permite 以协助人民以及各行各业度过MCO2.0的难关 其中一些重点就包括了 第一,全国六个领域从今年的1月至3月的电费 将会获得10%的特别折扣 受惠领域就包括了酒店、主题公园、会展中心、购物中心 本地航空公司办公室以及旅行社 第二,所有DNB用户包括家庭和非家庭用户 也将会享有每千瓦时2C的电费折扣 相等于今年的1月1号至6月30号 6个月内电费将会减少最多9% 而第三,全国14000名导游 118000名的德式、学霸、旅行巴士、出租车、电造车司机 将会得到一次性500令吉的援助金 而第四,医护人员及前线人员的一次性援助金 将会在今年首季发放 第五,暂缓还贷计划 以及减少分期付款额的这个措施 也将会获得延续 至今已有130万人向银行申请 95%个人以及99%的中小型企业的申请获得批准 第六,PTPTN的展延还贷措施 也将会获得延长3个月 第七,买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的扣税措施 将会延长至今年的12月31号 另外,国产车免销售税 以及进口车减税50%的措施 也将会延长至今年的6月30号 第八,为了鼓励个人的冠病检测 体检费用的税务减免上限 将会从原本的500令吉提高至1000令吉 另外,所有红区的外劳检测费用 也将会由SOXO全数承担 而预知更多有关于首相 今天下午的宣布 就敬请大家关注文字报道了 换个焦点 行动管制令MCO就规定各行各业 包括14只能营业至晚上的8点 这样的规定就对一些同样是晚上8点才 放工的民众造成的困扰 8点之后,他们已经买不到食物了 21名在野党议员包括多名的前部长 今天就联署促请国盟政府允许饮食业者 在MCO期间延长营业时间 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不仅可以解决一些民众 晚上放工之后买不到食物的困扰 也能够协助增加饮食业者以及送餐员的收入 换个焦点 日前在火锅店内动手打了一对年轻情侣的主角 拿督陈伟根 事发后就首次露面发视频 向被打的情侣以及全马人民道歉 这名拿督在视频中说 他当天与朋友确实是处在很不理智 且极度愤怒的状态 才会做出如此不当的行为 那是不晓得当事情侣以及广大的网民 对于拿督的这项道歉买不买单了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政坛 霹雳州双西谷越区州议员梁卓金 早前不仅公开发表了不满党领袖的言论 更有指他已经申请加入满华 而行动党纪律委员会就曾自函要求梁卓金做出解释 但梁卓金并没有回复行动党纪律委员会 行动党纪律委员会的主席张建仁 金武就发文告宣布 割除梁卓金的行动党党籍及时生效 而对于自己遭到行动党兑付 被逐出行动党的这个情况 当事人梁卓金就把自己比喻成为 金庸著名武侠小说 《笑傲江湖》里遭到华山派掌门岳部群 逐出华山派的令狐冲 他还说既然有了岳部群 他还担心当令狐冲吗 而对于《笑傲江湖》这段情节 不太熟悉的观众就可以上网找找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笑傲江湖》